香港一國兩制,為何不是聯邦制呢? 我們講一個德國的例子,我們可以再詳細講一點 一個真正的聯邦制會是怎樣呢? 在今時今日的德國,大家知道是歐洲的大國 他的國號就是得以致聯邦共和國 冷戰期間我們只知道有東德西德 東德正式的國名就是得以致,民主共和國 他所知的民主和我們所認識的民主有些不同 在以前我們中文的翻譯就叫做民主德國 西德叫做聯邦德國 講完這一集有什麼意思呢? 當兩個德國統一的時候,那是怎樣統一呢? 這就牽涉到聯邦制的精髓 在西德的憲法,即是聯邦德國的憲法 有兩條條款是可以用來統一的 一個就是他們的23條,一個就是146條 他們兩個選擇,有什麼不同呢? 他們的23條就是可以用一個州的身份 一塊一塊去參與 就是本身你用一個州的身份 成為了新的國家的一部分 而146條就是兩個政治實體,兩德合併 在帕龍圍牆倒閉了之後 其實這個議題就很快出現了 因為很快就知道東德是不可以生存下去的 究竟兩德合併 形式上是怎樣呢? 是東德加西德變成一個新國家 還是東德因為他已經不可以再功能 要自己去瓦解,然後 或者還原他們成為幾個州 再用一個州的身份去參與西德 這兩件事有很大的差別 因為在冷戰高峰時期 曾幾何時東德都是一個強國 在共產制限當中,東德的所有東西都是明列前茅 東西德以前的關係都是平起平坐 互相是所謂的兄弟幫 在那個時代如果是談統一 就一定是跟146條的 即是兩塊東西合併,變成一個新的國家 雙方的制度、雙方的人員 都是要平起平坐去再變一塊新的出來 到冷戰結束的時候,林圍牆倒閉了 東德很明顯是不可以再生存 這個做法就完全不同了 後來的結論就是西德那邊的政客 就覺得東德已經沒有資格去再談平起平坐 麻煩你們自己瓦解東德這個國家 還原你那幾個州 接著就用他們各自的身份加入西德 所以技術上西德是沒有經過任何國後的改變的 都依然是得以致聯邦共和國 他只不過是吸納了幾個新的州 所以德國統一技術上其實是這樣 聯邦德國吸納了新的州 而這個不是第一次 在幾十年前,西德已經試過一次 當時吸納了薩爾蘭 這個是二戰之後劏了出去 後來是公投之後歸回西德 我們說這麼多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聯邦制就是這樣 本身每一件事有自己本來 一些盛餘的主權也好 程幾何時他們是一個獨立實體也好 或者叫做前殖民地也好 他們有自己的一個基礎 再加入在一起就是一個新的政府 這是一個聯邦制度 除了德國之外,比較著名的澳洲也是這樣 我們集郵也經常見過 在很久以前有什麼 Victoria有自己的郵票 西澳洲有自己的郵票 慢慢變成一個整體 香港和中國關係 根據北京的演義就很強調 香港我們經常聽慣 北京的經信是 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北京經常這樣說 除了不斷催眠大家之外 亦都是跟那個制度有關 因為如果你香港是自古以來 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完全跟我們剛才所說的 德國的一個什麼州 是不同的 因為它自古以來都是你的一部分 所以香港的任何制度 根據北京的演繹 是一個授權法 基本法是一個授權法 中央政府就創造了一件事出來 它給了多少東西你就有多少權 這個就是中港之間的關係 既然北京這麼強調這條line to take 自然對一切西方對中港關係的演繹 就是說這是不是聯邦制 本身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其他的東西可以拿出來 北京就很強烈地不認同這個說法 本來我們以為這些是很抽象的 學術的辯論 你說怎樣就怎樣 平時大家沒有什麼人理 到現在這個關鍵的問題就是 究竟你怎樣理解中港之間的關係 如果基本法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授權法 其實到最後一國和兩制之間 就變得是一國一個完全獨大的關係 就是現在很多朋友覺得 是很有問題的事情 問題是在於 如果一切牽涉到國家安全 國家主權 國家利益 任何牽涉到一國的事情 兩制就沒有了自己的防火牆的話 這個一國兩制和平時 我們以前所理解的河水不犯井水 就完全是兩件事了 以前我們說的河水不犯井水 是江澤民說的 他就是這樣說 如果那條線是很清楚 你不走過來 我不走過去 大家相當無事 那我怎會有現在這個情況呢 但是為什麼今時今日 十一月的時候 北京公開批判這個河水井水論呢 就是說到如果是這樣的話 怎樣去彰顯這個叫做全面管治權呢 如果根據北京的演繹 這條線是過了影響國家安全 國家利益的 那這個就不是兩制的事情了 就變成一國了 就不是河水掌水不得再犯 我一定要走過來去處理你 因為你影響著我 那你根據現在北京的演繹 就沒有了我們最初 假定高度自治的那個防火牆 而且一切的一國化 那個叫做全面管治權 現在是方方面面的在每一個日常生活都存在 既然是這樣 這個還不是我們以前所想像的高度自治 北京認為是的 因為這個是中國特色的高度自治 但是對很多香港的朋友來說 就發覺 跟我們原本的期望 就有莫大的期望錯誤